为了种田人们痛苦 牛畜受伤 虫儿死了 想不到 为了我们的奢侈生活 害苦了那么多生物 这种残忍的行为 真是悲哀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是 只要一碗饭就够了 睡 只要有地方躺就行了 穿 只要能遮盖身体就够了 其他东西大可舍弃 我想放弃家产 出家求道去 我也是 就这样 大家瑟把财产分给下人 田产分给人们 并决定由自己先出外旅行 巴托 如果我能够遇到名师 我马上回来接你过去 一定啊 我发誓 据传 这天正好是 是世尊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日子 然后两年后 为了寻找名师 寻访诸国的大家瑟 终于遇到了终 终于遇到了终生的师父 世尊 巴托 我非常想迎接你过来 可是竹林金社还没有女人出家者 请你再忍耐一会儿吧 最后大家瑟 于是成为世尊弟子的巴托 潜心修道 得到世尊称赞 是宿命者 无人胜得过巴托 比丘宁 且说世尊的弟子人数逐渐的增加 分道地方的比丘渐渐管不到 就连这阿罗皮村 也有比丘开始过放逸的生活了 不行 大家都忘了开始修行时候的决心了 你看看 这个是幽陀罗王家传下的宝波 这个是幽家生 我有钱人视为珍宝的波 我说了 我说了 我们最自信的波 跟幽婆罗难题的宝波比起来 好像是垃圾 那房子和宝波是从哪里来的呢 说不定 是强迫村人施舍得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可就糟了 今天你就拿这个去托波 你们哪跟我走 我带你们到有情人家去吃真有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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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跟着呢 看来大家瑟偶尔也想吃点好东西 就是这家了 这是 这湖里的东西 算了 算了 我们到那家 怎么搞的 真奇怪 这是搞不懂 我知道了 你为了要建房子强迫大家捐钱出来 所以大家看到你就逃 对不对 他说的很有道理 他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这样那可就糟了 果然是这样 可是责备他们不是我的工作 可能 就会想要先找到 人 certify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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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莫非她想向那个老女人拖破 我等了种病 每个人都不要我了 我 我快死了 我不知道你是谁 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是在尊贵的 世尊门下修行的人 我是来请求你 给我一点施舍的 像我驼拨啊 是的 我希望你能够减少你自己的食物 发一发慈悲心施舍一些给我 你说什么呀 以前我从来也没施舍东西给人家 更何况就想给也没东西 我一无所有了 没有东西啊 你看起来很有修行的样子 如果有东西 我也真的很想施舍给你 可是怎么办呢 我眼前有的 只有别人不要的东西 像是发酸发愁的米汤 真是好丢脸哦 你这份心 最重要的就是这份心了 你拥有这份肯施舍的心 有那个帮助别人之心的人 这种人他就不是穷人 有羞耻之心 敢于反省自己的人 就已经是一个求道的人了 而现在的你 已经具备这些心 那就是信佛的尊贵之人了 无论如何 我都希望你能够施舍一点米汤给我 好 太感谢了 今天的用餐就到此结束 我拥有活到明天的力量了 这都是托您施舍之恩 谢谢您 大伽瑟做了这么一件事吗 真不愧是大伽瑟 不多言而以行为说道 解脱烦恼痛苦的人的心 也以同样的行为教导你们 阿南 是 转告大家 从今天起 不可为了建立豪华的精涉 向人们要求过多的施舍 知道吗 是 还有从今天起 不可像优婆难题那样 一个人拥有太多的波 多余的东西都要舍弃 现在啊 不错 不准笑 世尊一直把大家瑟当作是好朋友 而不只是弟子而已 世尊内心 其他弟子不知道的深处 只有大家瑟知道 两人间的深厚信赖 与这段友谊 四十年来从未改变 世尊八十岁那年 把所有的教义 传给了阿南 还有大家瑟 阿南听过世尊的所有说法 并且暗记下来 而大家瑟 则有如世尊第二 亲自实践教义 佛教能够传到后世 大部分得归功于这两位 这也是世尊当初的用心 不久 世尊在居士纳罗的两棵梭罗树间 最后一次躺下休息 正好在旅途中的大家瑟 听到这消息 马上带着弟子赶到居士纳罗 喘死我了 休息一下吧 行者 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居士纳罗 那么我请问一下 是不是曾经听到过 有关我师父的任何消息 他已经在七天前走了 今天要举行葬礼 这朵花就是从那拿来的 你们何必这样悲伤 从今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命令这个命令那个 这朵花就是了 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了 这下反而轻松了 对不对 我刚刚才说错了 原谅大教授 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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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太容易了 那谁 放不出来 原谅我 本来 把你建筵 就能建筵 走啊 就是 快把你建筵 都走啊 走啊 漫我 来了 来啦 师父 我在这一刻已经重生了 从今以后 我想不再独自享受道的喜悦 我要如太阳一般燃烧自己 为了传过正确的佛法 到后世而努力 请你放心的去吧 我一定会遵照我的誓言 师父 又是来啦 又是来啦 世事变迁 世上没有不变的 万物由生到死 由死到胜 在这荆棘中 我找到永远不变的生命 我的弟子啊 今后要以自己为依靠 以法为依靠 九十天后 达伽瑟在七叶窟内 聚集了世尊的五百名弟子 其中也可以见到拔驼的身影 也就是现在的明见你 有个难题 你也进去呀 我 我可以吗 要是没有你和世尊 现在的我 可能还像以前那个样子 只会是一个 自己享受快乐的 沉默的修行者 我之所以发愿 要召集大家来编辑经典 尤婆南极 尤婆南极 你是首居第一工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你 就这样 大家瑟得到了阿南等人的帮助 为了将法传到后世 开始着手召开编辑经典大会 也就是经典集结 大家瑟和幽婆南极 两个人 应该可以说是一种逆缘吧 各位知道 牛家这个草吗 古人传说 吃了牛家 人的记忆力会特别差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很久以前 在某个遥远的国家 有位旺姓超强的和尚 后来和尚死了 在他的墓地四周围 长出了不可思议的草 这就是牛家草 所以吃下牛家草 人就会旺姓增强 这个传说的根源 是来自于世家的一位弟子 他的名字叫做周立盘特 这一回我们就是要来讲周立盘特的故事 佛典故事 盘特兄弟 扫帚的教诲 距今约两千五百年前 印度居萨罗国的国都摄卫城 住着一对兄弟 大哥摩科盘特记忆力特别的好 年轻的时候就被传送为优秀的学者 在自己家里招收弟子传授学问 可是他的弟弟周立盘特 记忆力却特别的差 做什么都失败 成为人们的笑柄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金 木 水 火 土 这五个物质所混合而成的 首先第一个是金 金是不冷也不热 拥有固定的形状 接着第二个是木 是热而变化 没有一定的形状 不行 不行 不可以去那里 等一等啊 周立盘特 是 哥哥 你在干什么 我要救他 他好可怜呐 救谁啊 救蚯蚓啊 哈哈哈哈 你 你知道阳光是会死的 快走啊 你果然不适合做学问 去别处玩吧 为什么 你在会妨碍别人 我没有妨碍别人啊 只要你在就会妨碍别人 我想做学问吗 像哥哥一样伟大啊 哈哈哈哈 你不要啰嗦了 赶快去别的地方 暂时不准回来 是 接着第三个是水 水是不冷也不热 我也想做学问 也想像哥哥那样伟大 你说不行吗 我没有办法像哥哥那样 是不是 那我比哥哥差一点 那也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嘿嘿嘿 嘿嘿 哥哥 周历盘特 天已经黑了 快回家吧 刚才真是对不起啊 啊 我说了很过分的话 过分的话 什么话 你已经忘了 哎呦真是伤脑筋啊 伤脑筋 嗯 爸爸在临终的时候 要我好好照顾你 看来他真的猜中自己身后的事了 他真的猜中了 嗯 那时候 世尊来到社卫城附近的奇缘经社 许多人归一成为弟子 因为朋友的劝告 摩科盘特也去听法了 而决心成为世尊的弟子 我也要去 你留下来 我也要去 成为那个叫叫叫什么人的弟子 世尊教得相当难 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不知道了 我也要去啊 修行是很严格的 依我看 你是没办法完成的 没办法我也要去 随便你吧 嘿嘿嘿 那我就随便啦 嘿嘿嘿嘿 啊 按于父亲的遗言 摩科盘特也没办法 只好带着弟弟去 去奇缘经社 去奇缘经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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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是摩科盘特 他是我的弟弟 叫做周丽盘特 快点行礼啊 快 请让我摩科盘特 还有我弟弟周丽盘特 成为您的弟子 好吗 师尊 那位大哥非常优秀 可是他却有个 全城都知道的愚蠢的弟弟 那个弟弟我看哪 还是拒绝得好 别惹麻烦哪 齐达 是 我们做人绝不能够 以貌取人 师尊可是这 这 我的教法永远不分对象 对人们打开宽敞大门 我承认你们几个人的入门 太感激了 好痛啊 哼 就等着看以后吧 就这样 盘特兄弟一起成为 世尊的弟子 每天做严格的修行 大哥 摩科盘特的修行 有长足的进步 但是相对之下 小弟的周立盘特 修行进度非常的缓慢 成为世尊的弟子 必须遵守250条的戒律 可是周立盘特 却连背都背不起来 再从头开始啊 要听好 不可杀动物 不可偷窃 不可说谎 你说说看 你说看啊 给你个提示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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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很可爱 哎哟 不行 不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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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要赶紧走我的弟弟 有他在 我们会连带成为 世人的笑柄的 对啊 说得对啊 以后也会影响到 世尊的名声 对 说得对 求求你们 至少等到 下一次集会的日子 好吗 等到下一次集会的日子 然后怎么样呢 我会展示 我弟弟他修行的成果 修行的成果 不可能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我自己会赶走他的 请等到那一天 拜托 不做坏事 不欺负动物 感到诸念皆空 就会远离无意的痛苦 这是因为佛的力量 下次集会那一天 你把这些全部背给大家听 嗯 我吗 朱利盘特 你如果这样背出来的话 大家都会承认你的修行的 不知道办不办得到 办不到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 到时候我就必须赶你走 我是 我试试看啊 那你就跟着我念 首先是 不做坏事 首先 首先是多余的了 首先是多余的 哎呀笨蛋 你不好好跟着念 不做坏事 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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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事 坏事 你又忘了吗 嗯 嗯 快点想起来啊 嗯 快点想起来啊 不做坏事 不欺负动物 嗯 敢到诸念皆空 就会远离无意的痛苦 早上到现在啊 听着听着 嘿嘿 不知不觉我都能 好伟大哦 那叫什么伟大 嗯 你是伟人 不不不我 我不是伟人 你别戏弄我了 嗯 呜 云鹏约定的 余帝现在就展示 他的修行成果 将背诵赞美佛的话 嗯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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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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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他的修行成果 还真是惊人啊 对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这个笨蛋 我再也不原谅你了 我不能留你这种笨蛋在这里 现在随便你去什么地方 你走吧 快走 我真的很傻吗 我真的是笨蛋吗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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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利盘特 你在伤心什么 师尊 讲给我听听 我 我被哥哥赶出来 再也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 我不能回家 无处可归 既然无处可归 那你就到我那去吧 到师尊宁那里 怎么 难道你不是我的弟子吗 可是哥哥说 像我这种傻瓜 不能当师尊宁的弟子 朱利盘特 你觉得怎样 你觉得自己是傻瓜吗 哥哥这么说 大家也都这么说 我 我好像真的是傻瓜 你有这种感觉 你就不是傻瓜了 发觉自己是傻瓜的人 就已经不是傻瓜了 来吧 是 我们先从你能力所及的地方开始 比方说 扫尘除垢 你背这句就好 我试试看 扫尘除垢 扫尘 bored 扫尘除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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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ged involved 篮尘除垢 每天边扫边念 那么你就不会忘记了 我知道了 是 扫尘除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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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世尊准与他留下来的 伤脑筋 对啊 说的对啊 周历盘特 你扫得这么辛苦啊 辛苦了啊 辛苦了啊 那边还有垃圾啊 这边还有垃圾哦 扫尘除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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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历盘特 每天不停地扫除奇人惊蛇 而且 而且他的口中也一直唱着 世尊所教的那句话 扫尘除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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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 周历盘特的扫尘 很快的 没多久就脏了 死 掉了这么多毛 拍拍就出现了灰尘 真是受不了 跟我的身体一样脏 扫尘除够 扫尘除 扫尘除够 好髒啊 我的身体 我的心更脏了 我知道了 世尊是叫我 扫内心的沉 内心的垢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扫贤除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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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说 奇缘经社的东边 有一个比丘尼居住的经社 世尊每天派一位优秀的弟子到那里 传达教诲给他们 世尊 今天要派哪位到东边的经社去啊 我看派他吧 怎么可能呢 世尊 我想我弟弟 他一定办不到的 不行 我办不到啊 会被女弟子给笑死的 不不 他们会生气的 对啊 说的对啊 周立盘特 周立盘特 是 你办得到的 你一定可以 不必像其他人那样能言善道 你自有你的专长 放松你的心情 照心想的自然的做就行了 你知道吧 是 我试试看 嗯 阿南 你和周立盘特一起去 是 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 周 周立 哎 总算来了 哎 后面的是阿南呢 他不是周立盘特吗 哎呀 就是那个旺姓超养的比丘 他来干什么呀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手上拿着扫帚 待会大概要替我们扫地吧 今天由周立盘特来转达世尊的教诲 你讨厌 你怎么这样子啊 这可是世尊 他亲自指明的 请诚心安静的听讲 拜托了 你讨厌 世尊到底在想什么嘛 哎 这分明不就是在看清我们嘛 对不对 对呀 一定是这样的 你们放心 待会儿我一定亲自向世尊反映这个问题的 我 哎呦 这个人越看越脏啊 哈哈哈 答对了 我的身体很脏 可是更脏的 是我的心 世尊送我这把扫帚 要我边扫边念 扫尘除垢 这个我办得到 我每天挥着扫帚 不断地送唱 直到有一天 我看着变成破烂的扫帚 我才发现了 到底承是什么 够是什么 那就是我内心的承 我内心的够 我的心充满了欲望 充满了不满 世尊叫我扫的 就是这个内心的承够 欲望消失吧 愤怒消失吧 不满滚蛋吧 我扫了 每天我不断地 挥扫着扫把来扫 可是 再怎么扫 尘还是扫不完 一直一直地飞扬上来 我内心的尘与够 也一样地 一直飞扬上来 那要怎么办才好呢 要放弃扫出尘够吗 不 不对 即使尘够扫不完 还是要扫 就是因为扫不完才要扫 哇 我办得到 只有这样了 这是要扫不得扫不得 断末感人的一番话 或许那就是打破常事的雄辩吧 朱利盘特的讲法 深深打动比丘尼们的内心 大家高兴地流泪啊 周利盘特领悟得好 这样就行了 在那之上的扫尘除垢 已经不是人的力量可及 所以才要靠佛的智慧佛的拯救 是 谢谢您了 世尊 大家也应该注意 悟道不一定要学习很多东西 即使只是一句话 如果能正确了解它的深意 那么一样可以步上正道 像周利盘特那样 不 就因为遇上了周利盘特 我才有机会以别于常人的方法 教导他真理 谢谢您 世尊 每个人各有他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齐达 不是这样吗 对不起世尊 我们的心态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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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 我错了 请原谅我以前对你做的事情 哥哥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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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他很无分的 紀 outta虎 我们也だ 这一些人 国王为了世尊与众弟子奉建了竹林经社 另外当世尊在王舍城外的灵鸠山说法的时候 他也经常地前往听法 佛典故事 王舍城的悲剧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到此为止 平皮梭罗王和王妃为提西之间 有位年轻太子 名字叫做善贱的这位太子 是在父母溺爱中长大的幸福少年 好剑法呀太子 你大概累了吧 哪里 我还不累 前途无量哦 不要练剑了吧 我好担心啊 没有办法再看下去了 好了 过来这边 过来啊 王妃老是把太子当成小孩那样的呵护 太子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说是不是毕陀罗 您说的是啊 没错 太子的武艺与学问都有长足的进步 作为继承人是挑不出缺点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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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有位男子注视着太子 他是世尔的表弟兼弟子 提婆达多 时机到了 让我发挥所长的时刻终于到了 不知何时 处心几率想取代世尔的提婆达多 他说 向太子献媚 得到了一栋华丽的屋底 自己招收弟子 太子献媚 不可能 有可能 没有那种事 父亲他无微不至的抚养我长大 将来他还要我 你看到的那只是表面 其实他内心恨你 惧怕你 他甚至一度想要杀死太子 我不相信 这是假的 太子的小指就是证据 现在我就告诉你 小指折断的原因以及他的经过 提婆达多向太子说了这样的故事 因为 平婆梭罗王和韦提西结婚许久 迟迟不胜子 于是 国王找来占卜师 占卜说 深山里有位仙人 仙人死后会转身为王子 于是 国王就命令家臣叫仙人自杀 可是 仙人拒绝了 焦急的国王于是命人杀死仙人 仙人死前诅咒说 转身后 我一定要报此仇 不久 韦提西怀孕了 国王害怕出生的孩子会杀死自己 命令韦提西把婴儿从高塔丢下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婴儿除了小指折道之外 全身无伤 听到婴儿的哭声 恢复神智的国王 决定盖国自新 把婴儿抚养长大 不知道的人只有太子你而已 全京城的人都这么称呼太子 阿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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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是出生前就怀恨的人 你仔细想想 与其乖乖地坐着等 那么国王宝座永远落不到你的头上 不只是如此 还要担心某天国王突然改变心意 杀死太子 知道了 我要先下手围墙 先罚智人 杀死父亲 没错 从现在开始 就一举血清了 下得好决心啊 哈哈哈哈 哈哈 这是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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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事情是这样的 太子他想杀死国王 我们也拼命建言了 可是太子他 住手 太子 不要过来 你如果说阻止的话 即使是母亲 我也不会犯过的 国王 太子怎么会说是这种话呢 不要慌 太子 现在我就把王位让给你 这样就可以了吧 你认为怎么样 原来如此 你想先解决眼前的危机 以后再趁机反击吗 不可能 我才不会上当呢 提婆尊者告诉我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 父王曾经一度想要杀我 你知道了那件事了 没办法 这是报应 你就尽量报仇吧 士兵 把这个男人关入牢里 不准任何人接近 也不准给他任何的食物 在他丧命之前 要严密把守牢门 知道吗 知道 你倒把他砍死算了 何必这么折磨人呢 国王 国王 就这样囚禁父亲 贫婆苏罗王的太子 坐上了王位 自命为阿奢侍王 成为统治摩羯驼的国王 贫婆达多 这都是你的功劳 不 这是国王自己的力量 我想犒赏你 说出你想要的东西 那么请准我出去 做部教之旅 部教之旅 说法 收弟子 以及储存力量 总有一天 世尊的弟子也会被我收服 到时候我要取代世尊 在全印度广布我的教法 这就是我多年的愿望 这未免太 国王达成心愿了 这次应该换我了 接受阿奢侍王 庞大布施的提婆达多 兴高采烈地踏上布教之旅 这边是阿奢侍王之母 韦提西 她担心丈夫 皮婆梭罗的安危 韦提西把牛奶和蜂蜜混合 涂在育后的身体 并且把葡萄浆灌入阴落中 每天偷偷地去见皮婆梭罗 优优独播剧场 从那间牢房的窗户 正好可以摇见灵鸠山 得到韦提西偷偷带来的食物 恢复生气的皮婆梭罗 每天远远眺望世尊 靠着远远传来的微小声音 鼓励生存的意志 且说就在皮婆梭罗 被关入三星期之后 怎么样 我的父亲他还活着吗 是的 而且是越来越健康 这主要的原因 就是王妃经常偷偷地 带些食物给她吃呢 什么 再加上里面的窗户 可以看到世尊所在的灵鸠山 使得她的心灵有了寄托 不然是王妃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太子 你闪开 好 是母亲 既然母亲站在仇人那边 母亲现在也是我的敌人 不然是母亲 你拒绝我吧 你拒绝我吧 不可以 自古有不少杀死父亲的国王 却从来都没有杀死母亲的国王 这是身为国王最基本的伦理 这一次 就算是抛弃老命 我也要阻止你 齐婆 你也是吗 毕陀罗大臣 他说得对呀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们为什么都反对我呢 请重新考虑吧 无论如何 请不要对你的身生之母下这个毒手 国王 不只是大臣 毕陀罗连自己信赖的名医 齐婆都强烈反对 阿瑟士也没有办法下手 于是 阿瑟士王把母亲灌入了宫殿房间 不准他步出一步 并且派人看守 另外 还填死牢房的窗户 砍伤提婆梭罗的双脚 使他无法再站起来 如今不止没有办法送食物给国王吃了 连我的未来都未必是安全的 世尊啊 在习之时 您横遣阿南来慰问我吧 世尊 我今仇佑 世尊为重 无忧得见 愿且牧连尊者阿南与我相见 世尊 世尊 你亲家过来了 请问我到底是做了什么错事 才会生下 像阿瑟士这样的坏儿子呢 我一直是真心照顾他 爱他的 为什么如今他会想向国王报仇 而且还想加害我还有国王 这真是太可怕了 世尊 那不是我的孩子 不 不 坏的不是那个孩子 最可恶的是 唆使那个孩子的提婆大多 世尊 不有何等姻缘 与提婆大多 共为眷属呢 放眼所致都是恶人 这世间充满了痛苦与烦恼 但愿世尊能为我广说无忧恼处 我当往生 不乐言福 提着恶事也 自着恶处 地狱恶贵 出生隐瞒 多不善俱 愿我未来不闻恶声 不见恶人 为愿佛日 教我关于清静夜处 世尊 世尊 世尊听取唯一息悲戒的请求 放为金光 奇光金色 骗照十方不良世界 然后反照佛顶 化为金台 如须弥山 十方诸佛 和寂妙国土皆以终线 严显可观 多么美丽啊 各个都是清静光明的国度 西方净土 世尊 我今乐生 极乐世界 欧弥陀佛所 世尊 为愿世尊 教我思维 教我正寿 请世尊告诉我 达成心愿的方法 这时候 世尊露出了微笑 口中还放出了五色的光 这个光透过牢墙 一一照上 贫婆苏罗王的头顶 于是贫婆苏罗的心眼 仪仗 看到了世尊的身影 贫婆苏罗喜悦不已 向世尊投命作礼 解除迷惑 自然增进 正阿纳韩国 谢谢你 世尊 谢谢你 好了 韦提希 是 欧弥陀佛 就在这不远的地方 你知道吗 你只要一心 细念西方净土 自然就能观想到 欧弥陀佛 现在我将为你解说 许多观想净土的方法 我也希望 这样能使未来世 一切繁复 能转生到清高的 西方极乐世界 希望转生到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人 必须积以下的三福 一者 一者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二者 受持三规 聚足众戒 不犯 不犯危 三者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诵读大圣 劝尽行者 如此三世 名为敬业 师尊 方采宁的佛力 使我得以观见 奥弥陀佛的净土 后世的人们 着恶不善 无苦所必 如何才能看见 奥弥陀佛的净土呢 韦提系 你问了很好的问题 那么 阿楠呢 是 接着我现在 要为韦提系 以及后世痛苦烦恼的人们 讲解 观看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 你要磨记在内心 并且传达给其他人们 谨遵教诲 一切众生 皆见日末 正坐西巷 地观于日末处 令心坚往 专享不已 观见日矣 闭目开幕 皆令明了 施为日想 名为出关 出关成矣 赐作水想 想见西方一切 皆是大水 见水澄清 当起冰想 见冰应彻 作琉璃想 此想成已 即可观见 极乐世界流离地 内外辉映的情景 这是水想 明第二观 闭目开幕 不令散失 如此想者 是为地想 名第三观 地想已成 次观七重七宝 杭树 是为树想 名第四观 树想已成 次观七宝 莲华浮起的净土八尺水 是为八功德水想 名第五观 众宝国土界上 有五百亿宝楼 阁楼中 有无量诸天 坐天计乐 又有乐器 玄处虚空 如天宝床 不古自明 此重音中 皆说念佛 念法念僧 是为总观想 名第六观 若见此者 除无量一节 极重恶业 命中之后 必转生到 必转生到 那个国度 阿南 为提系 无当为辱 分别解说 解除苦恼的方法 如等一尺 广为大众 分别解说 宛如要回应 世尊的话一样 空中突然出现 阿弥陀如来的身影 阿弥陀如来 在观音二菩萨 随从大事至 放出灿烂的光明 充满了整个室内 世尊 阿弥陀佛 世尊 我尽因佛之力 得见无量授佛 及二菩萨 未来众生 当如何观 无量授佛 及二菩萨 为提系 欲观彼佛者 当其想念 于七宝地上 做莲华想 每个花瓣 都生出新的宝物 这是华作想 明第七观 佛是超过形象的 当人们观想时 就会浮现在 人们的心中 阿南啊 是 阿弥陀佛 无量授佛身 如百千万亿 夜魔天眼浮毯金色 佛身高六十万亿 那由他横河 沙游巡 眉尖摆好 又悬婉转 如五须米山 佛眼如四大海水 清白分明 身珠毛孔 眼出光明 如须米山 彼佛圆光 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 于圆光中 有百万亿 有百万亿纳由他 横河沙画佛 一一画佛 亦有众多 无数化菩萨 亦为适者 无量授佛 有八万四千像 一一像中 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 一一好中 富有八万四千光明 一一光明 便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设取不舍 不知何时 宫女们都趴在门外 数尔倾听 世尊又解说 净土的九品 也就是九个阶级 首先是上品 上品分上品上升 上品终生 上品下生 三者都是信大圣佛教 祈愿转生净土的人 接着是中品上升 中品终生 这些是守戒律 期望转生净土的人 再下来是中品下生 这些是在世间 做善事的人 最后是下品下生 这些是做各种恶业 不支持的人 世尊在这里特别强调 下品下生的人 净土一样为他们 打开大门 下品下生者 临命忠实 可能受痛苦折磨 无暇念佛 则应告知 如若不能念彼佛者 应称无量受佛 如是至心 令生不觉 聚足时念 称南无阿弥陀佛 那么念念之中 将可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命中之时 见金莲花 祝其人前 如一念请 既得往生极乐世界 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放开 世尊说到这里 世尊说到这里 为提西新生欢喜 刚才所说的法 并且要诚众计划 您要牢记心中 广为大众述说此法 并且要诚心相信 无量受佛之宏愿 念诵佛号 我一定会遵照您的话去做的 这时候提婆达多带着许多新弟子 得意洋洋的回到王舍城 国王 这颗声是 女人的声音 母亲的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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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居然无事于我的存在 住嘴 还不赶快给我住嘴 韦提西和女人们 只是一心地念着佛号 距今约两千五百年前 在印度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的宫殿中 阿舍氏太子受到提婆达多的蛊惑 囚禁父亲 平婆苏罗王自己登上王位 连带赎给丈夫的韦提西王妃 也被幽禁在房间里 可是韦提西听到世尊的说法 内心得到了拯救 宫殿中的女人也一心念佛 阿舍氏王这时才觉悟到 再折磨自己的母亲也是无意的 这时提婆达多因为自己收到了不少弟子而洋洋得意 来到世尊所在的竹林精神 世尊 提婆达多来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她是想向我炫耀自己的力量 好久不见了 世尊 不过 宫殿中的厚重供养 内心骄纵起来 失去求道的清静心 喊这种愚人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太可笑了 得人供养 储备力量哪儿不对了 有了力量修行才有进展 不然要怎么能够拯救民众呢 要怎么才能够推广教法 照目前的情况下去 世尊 您宝贵的法会遇到瓶颈就此断绝的 世尊 您已经老了 我看您就在附近选个地方养老 享受极灭境地吧 依我看不久之后 干脆就由我来代替您 说法讲道吧 他怎么代替世尊的 提婆达多 现在就算是摄立佛 跟牧连都不能代替我 哪里轮得到你这种 仗势欺人的人呢 我连一个弟子都不能放心地交给你 你离开吧 受到世尊 斥责的提婆达多 从此怀恨在心 最后终于下了可怕的决心 我要杀死世尊 国王 希望你能够借我武功强的士兵 国王采纳了我的计谋 求尽国王而得到了王位 请你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 我当然记得了 就照你说的去办 你先去 立个大功劳回来 是 他要是回来就马上把他给杀死 是 出来 他们要是回来就马上杀死他们 是 是 等他们回来就叫国王把他们统统给我杀了 这样一来一切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一直在等你 请原谅我 刚刚我还想要杀您呢 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吧 请你原谅我 请原谅 我错了 你确实是做错了 但是能够忏悔也就够了 我能拯救你的未来 我也等你们好久了 统统出来吧 不用害怕 统统出来 听到士尊充满慈爱的声音 每个士兵都忏悔请罪 成为士尊忠实的弟子 这时候在供殿王妃的房间里 阿舍士王的幼子为了肿脓之痛哭个不停 阿舍士王抱起幼子 自己用口吸出指头内的脓 一直注视这个情景的 是国王的母亲魏提西 我想起来了 母亲 原来你在那里啊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什么事 就在你也是这般大的时候 因为手指头长脓 痛得哭个不停的时候 你父王就像现在的你一样 把你抱了起来 用口吸弄出来 唯一和你不同的是 他怕孩子看到了血 会心里产生害怕 所以他不把血弄吐出来 反而自己把血吞下去 阿什么 你现在这么的疼小王子 相信现在你也能够了解 你父亲的心情了吧 你父亲他是这么的爱你 辛辛苦苦地把你抚养长大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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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父亲从牢里放出来 谁都可以 把国王活着救出来的人 我就给他一半的领土 听到没有 是 是 士兵们打开牢房的时候 只看到 亭婆梭罗断气的尸体 太迟了 太迟了 我应该只能活着的时候 把他放出来 太迟了 你父亲他听了 世尊的说法 应该可以让他上西听 是 是 世尊的 是 应该来 是 你 我担心的事还没有解决 上次我们派去的士兵全部都失败了 这次必须借我更有用的士兵 你有在听吗 国王 你出去 什么 都是因为你害我做下无可挽回的事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这是你该对我讲的话吗 你忘了我对你的大恩吗 住口 你给我听好 从今年起终止给你的供养 不准你再踏入宫殿阴墓 你少不了我 住口 现在马上走 马上滚 好 我不借助你的力量 一切我都自己来完成的 就这样 提婆达多带着弟子们离开了王舍城宫殿 另一方面 阿瑟士王受到良心的责备 从那天起得了重病一举不起 全身长出恶流 流出血丝 还发出恶臭 人们害怕得不敢接近他 照料他的人也只有母亲未提息 大臣们不得已 只好远远地站着鼓励阿瑟士 国王啊 你觉得怎么样了 我要死了 这是报应 我会下地狱去的 不管是再好的医生也治不了我 我没救了 国王 你怎么说这种不争气的话呢 人可好好的咱们来提死的事情 地狱只是人想象出来的 根本没有人亲眼见过呀 说得也是 国王啊 我知道 一位有神通力的修行者 我请他来问您看看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们都知道 国王他是有做任何事情的权利的 就算是他杀了父亲 也没有罪啊 这是自古以来 国王所拥有的权利 我有一位灵力的神通修行者 我想请他来看看吧 也许他会有办法的哦 地狱的地呢 有生命的意义 至于玉呢 也有吉跟酒的意思 合起来呢 地狱就是生命长久之意 国王应该感到欣喜的 我有一位这个修行朋友 他非常厉害 马上请他过来为您看病 一定会好的 您放心 说起来啊 您父亲就是 过于看重世尊跟他的弟子 而疏远了其他修行者 国王之死呢 正好能够消除那些个不平的现象 换句话说也是有好处的 听你们这么说 我觉得人轻松一点啊 那就请出名的修行者 加罗师托来为您治病 六位大臣推荐的都是六师外道 全是当时评价极高的修行者 阿瑟士王虽然心动 却没有请任何一个人来 第七个来访的是医师齐婆 齐婆是阿瑟士的亲戚 年轻时候就是有口碑的医师 大臣们说的都只是一时的安慰 是欺骗你的 你不可以被迷惑 希望你能够明白啊 也许是这样没错 但是 国王你确实是犯下了大罪 这是不应该的 再怎么样的蛮混 罪还是罪 它不会消失的 你知道吗 看样子不是没救了 有救的 啊 国王你现在会得到重病 完全是因为你内心在责备自己 惭愧 忏悔所引起的 所以你有救的 我还有救 是的 世尊他曾经说过 有两只白虎在拯救人 一是颤 另外呢就是毁 颤是在自己的内心 是自己支持而不做恶事 至于毁是出现在外 使人不做恶事 只有这两个具备的时候 人才会成为完整的人 所以不论犯下了什么罪 只要有忏悔之心 得救之道一定会打开 你刚才所说的都是世尊说的吗 不错 国王你深吟地说 任何名医修行者都治不好你 可是依我来看 世尊他是唯一能够治好你病人 所以国王 请你马上前去拜访世尊 这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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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借士兵给提婆达多 我借士兵让他去杀世尊 现在我还有什么面目去找他呢 我看我是没有什么希望 不要犹豫 什么人 照着奇婆的话去做 你是谁 国王的父亲你在哪儿 孩子 现在你就去找世尊 好 国王 国王 你振作起来 你怎么了 国王 你振作起来 振作起来啊 在王舍城外的林子里 世尊已经知道这一切了 必须要拯救阿舍世王 在那之前我不能死 不能进入涅槃 为了那位国王 我必须活更久 公孽孽的阿舍世王 此时几乎要断气了 这时世尊集中精神 进入月爱三昧之行 月爱三昧是宛如月光祥和照耀一切 不分身份与贫富职业 使佛的慈悲平等地包围人们 减轻人们烦恼的修行 不止 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事不妙了 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呢 放心 国王他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的 世家的弟子有一天也会臣服我的 你们等个看吧 真的吗 放心 好了 世尊会经过这列 千万别失败的 你知道吗 直转成功 不必害怕 不必害怕 别忘了本来的温柔之心 不必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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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怕 好厉害怕 吵死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说您的神通比不上世尊 他们说想要去当世尊的弟子了 您说这下怎么办呢 师父 可恶 世尊只不过是一介人类 他的身体受伤也会流血 被岩石打中也会被压得碎烂 这个事实 我今天一定会让你们亲眼瞧见 师尊 这次一定要你死 强小你 aur 厉害� Mallets you're burning știe 爹 爹 آ 有 不 啊 那师尊小心啊 啊 我就是 你们